近日,山东济南宣布 超过四天没有接受核酸检测的民众 禁止进入所有公共场所 并沿禁乘坐地铁、公交车、出租车、网约车等公共交通工具 引发网民炮轰 中国多个省市疫情升温 集中深圳部分地方痊愈管控 媒体报道,深圳市民对长期高强度防疫反弹 表示感觉去哪都可能被封,快被逼封了 深圳卫健委日前罕见对网民道歉 小魏有难处,抱歉了 另外,受疫情影响 香港行政长官李家超31号表示 他近日访问中国大陆广东省 并会晤相关官员的计划将改财网路进行 美国亿万富翁、著名投资家巴菲特 旗下的波克夏海瑟威公司 减持了比亚迪公司的股份 分析人士表示 鉴于投资人对巴菲特判断力的信任 持续可能动摇他们对比亚迪股票的信念 针对台湾军方30号对一架无视警告 持续盘旋在金门岛县制区上空的中国无人机 进行实弹射击予以驱离 中共党媒环时前总编辑胡锡进 指台湾行径恶劣 还说有理由以实弹回应 但遭大陆网友反响 又开始吹 你讲台海还有人性吗 老胡怎么把上一条台军 胆敢打无人机的那条微波给删呢 红线又调低了 新唐人亚特电视 真理报道